以色列安全部隊開始在約旦河西岸 拆除非法猶太人定居點 以便日後建立幾千套新住屋 在德國 一名鄧尼斯尋求被護者 因為涉嫌策劃襲擊被捕 他亦涉嫌有份參與2015年 鄧尼斯博物館恐襲案 加拿大當局正式起訴 造成六個人死亡的 灰北黑市清真寺槍擊案的疑犯 法籍加拿大學生比索奈特 法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菲永的妻子 以議員助手的身份領取辛酬的醜聞傳出後 菲永的候選人地位受到動搖 美國參議院民主黨人審議 總統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 郭薩琪 幾百人在華盛頓抗議這行的提名 約多了 國共和黨總統川普提名 總統川普提名 法官人選人菲永的領事 國共和黨總統川普提名 國共和黨老闆 国共和党統以民主黨 國共和黨總統川普提名